的那個元件 你就要把它宣告為物件 宣告物件 那如果沒有用到的話,你就可以不用宣告 比如說我畫面上 會用到那個TestView跟Button 所以我宣告兩個 再來就是說你宣告的位置要特別注意,因為上禮拜我發現 同學有時候把它宣告在 這個裡面 就是說呢 為什麼會宣告在上面,宣告上面其實是 如果用那種 變數的區域跟 痊癒的觀念的話,那你如果宣告在 Local,就是在方法裡面的話 你 你那個其他的方法在存取的時候就會發生問題 所以我比較建議你乾脆就 放在上面,為什麼放在上面,大家都可以存取到 比較不會有問題 OK 再來的話呢,連結 那為什麼要連結呢 這個部分的話呢,主要因為我們 Android的那個上面畫面元件,我 我必須要能夠跟物件連結,我才可以去控制他 裡面的相關的 一些 屬性啊,或方法的運作 所以必須要做連結,那連結的方式呢,都一樣 特別注意,這邊後面有個R的觀念 這個R實際上就是一個 登錄檔 登錄就是你 UI界面上面有的 那特別注意你UI界面上面 做完必一定要記得存檔,如果沒有存檔的話 他就不會登記在 大把裡面 就會有找不到的問題 那連結完畢之後的話呢,再建立一個事件 那建立事件,我有講過就是 你要做什麼呢 Set on click listener New一個 Button,後面加一個on click listener 然後小瓜糊 大瓜糊 大瓜糊 後瓜糊,再加一個分號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因為事件的建立 通常 用這種方式是最簡單的 以後會用的非常的多 而且無論哪一個元件建立事件的流程 都一樣 所以這個一定要把他當公式 把他背起來 那你說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當然有 可是我覺得這個方法 對我來說是最簡便的 因為反正就記好這個方式 游標一移上去就是什麼 新增未實做的方法 對不對 然後你將來他就自動會幫你產生城市 我覺得這個方式應該是我目前 使用上最簡單的 有沒有還記得 我這樣 把他 這個 這個 小瓜糊 大瓜糊 後瓜糊 分號 只要你沒有 沒有做錯的話 一定就 新增未實做的方法 那點下去之後呢 他會自動幫我寫好這個程式 這個方式應該是最 最最最簡單的 而且最不容易犯錯 然後呢 針對每一個 元件的事件建立都一樣 都可以這樣做 OK 那請各位 這個地方稍微看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舉其他的例子來跟各位做說明 那這部分的話稍微看一下 然後把上禮拜的部分的稍微再了解一下 那其他的 其他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